很快 屋子里就剩下陆北征一个人 他沉着脸 双眼满是杀意 是谁 是谁要这样害我 这臭味 分明和母亲说话时 嘴巴散发出来的臭味是一样的 想着想着 他自己也忍不住开始呕吐了 前来馆里的人全都跑了 高玉清的脸色阴沉得可怕 要牙说 去查 去查清楚 到底谁给侯爷吃了不该吃的东西 他期盼了这么多年的婚礼 居然被人毁了 想到这里他气哭了 退班舅主回院子 还要派人盯着嫁妆 绝对不能让莫如雅那个贱人碰一下 玉璃站在不远处 全程目睹了今天这荒唐的一幕 然后和小丫鬟们都回去守着嫁妆了 他心里明白 今天晚上 陆北征绝对不会出现在婚房 所以晚上除了高玉清的院子 别的地方都会风平浪静 当然 高玉清的库房除外 金银珠宝 古董字画 古本方子 珍贵药材 一箱子的银条 还有很多绫罗绸缎 上好的颈部 他毫不客气 把这些东西都收进空间里 高玉清数次想要弄死园主 玉璃什么都没留给他 玉璃离开侯府并没有马上回客栈 他转道去了皇宫 花了一点时间找到了狗皇帝的私库 外面有人在把守 暗中也有人在盯着 他费了一点时间把暗中的人弄昏 然后才把外面的人也弄昏迷 四更天 玉璃已经搬空了狗皇帝的库房 还在最大的库房里留下一行字 无德者 天难容 若因此事杀一人 库不库房也不用留